這幾天我們都關注到了賴齊德總統 速灘打黑打炸 刀起刀落 連殷媳大阿哥 鄭文燦都給你照押不悟 眾人只繞得瑟瑟發抖 除非 除非你罩子不夠亮 我還來告訴我們為什麼今天 所有人都為柯總召捏好幾把冷汗 好 軍團隊 報警團觀眾朋友 現在是這樣 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三行 明知不會贏 還繼續慘慘的投下去 第一個會期結束了 民進黨全敗 因為你加起來就只有五十一席 你只要不跟這八席的民眾黨合作 你是不可能贏的 這個邏輯概念在今年年初 1月13號那一天投完票以後 已經注定了 你去把那八席拉過來的話就好了 可是就偏偏不要 所以一路這樣子打完了 第一個會期以後通敗 國會的改革無法通敗 所有東西完全都投不贏 就傳出說是不是賴慶德 對於柯建民在立法院的表現不滿意 要不要把它換掉 我們進來好好把這題彈出來 會期結束了 禮拜二結束 禮拜三開通常會的時候就感謝我們立法院黨 因為三場都在 立院團結作戰 守護憲政 那這個場合 柯建民在 賴慶德也在 那他都感謝他了 你們還在見風插針什麼等等 除了這個以外 有去找台南的醫師來講 有關於憲政 他的領路還滿有距離 他說立法院你不要看立委每天在吵架 每一個立委IQ都差不多 事實上差不多 可是EQ差很大 EQ差很大 所以EQ要好好的培養 EQ怎麼樣去 情緒管理的話 就要深呼吸 他會找專家來演講 對 要深呼吸 這是台南的醫生 顯然這個賴慶德總統應該也認識 柯建民就講說 解決情緒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 領導人都應該要上這個課 情緒管理課 講完之後 欸等一下 賴威廉 賴總不是坐在那邊嗎 他先轉過去看他一下 我不是針對你 我不是講你 他就是怕他誤會 說你現在在說我 對 那個場景就有趣嘛 對啊 因為現場只有一個領導人 就是賴清德嘛 但賴清德他也是開玩笑啦 他說好 沒關係 我先深呼吸就好 他也聽到說醫生建議深呼吸啊 我就來深呼吸啊 所以他就會把他拿出來講說 欸呦 是不是 柯建民在酸賴清德 那賴清德會不會大到一揮 之後把你的腫招砍掉呢 那觀眾朋友 因為這些事情就回到 柯建民當立法院的黨團總要認識 是不是眾望所歸 主席滿意 同志也都來信服他 那因為他去上了廣播節目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看這一題的感覺 跟其他的觀眾朋友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其實大概兩個月前就訪問過他 他在我節目當中講一模一樣的話 只是沒有把他挑出來的很重點 那是甚麼情節呢 就是說他說1月13號投完之後 剛剛票數一算完嘛 他就知道一定不會贏 那我就問柯建民 因為問的問題一樣 回答內容也一樣 那你為什麼不選擇跟民眾黨合作呢 他的回答是說 我們是集體討論的 因為我那時候質疑說 是你自己要衝 你不滿黃國昌睡 你也要衝嗎 他說沒有 我們開過會 1月13號投完之後 第二天我們就跟賴總統 因為他是主席嘛 還有這些重要幹部 都一起開會了 得到的結論是 民眾黨 我們這8票 求不來 你去求他只是自取其辱 回過頭來 民眾黨就把他抓出來了 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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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們第二天就開會了 還有卓榮泰 那為什麼卓榮泰在1月18號的時候 本人嚴正澄清 賴清德總統沒有涉入 立法院長的軍事事宜 那回過頭來 你怎麼第二天就開會 那本人都沒有介入相關的立委 參選 去選立法院長 副院長的事 你怎麼那天也在那邊開會 所以就被民眾黨拿出來去質疑 不過當然 柯建民的說法是說 我們的答案是 那一天結果就是 不要去跟民眾黨合作 所以有接觸 沒有換條件 就不算是去指派任何的 所謂敵後工作 好 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總召的任務 你做貪庫 還是要做窮州 看能不能把它創造最大的利益 可是 參選方暑假了 他第一個會期看起來 他並沒有做得很好啊 你知道這樣的總召還要繼續擺在那裡嗎 現在這個東西 因為我聽到有人在講這個話 那後續呢 柯建民本人是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這回事啦 你把我當成是 王近平跟那個馬英九嗎 他是有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有暗示過 會不會哪一天賴清德就要砍掉柯建民 就像當年 馬英九不見榮於王近平當地法院院長一樣 他說絕不可能 他說我每個禮拜要見他幾次 王近平跟馬英九多久見一次 我們不能相比 第二個 因為之前 蔡其昌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在這個蘇嘉全跟尤其婚年代啊 他也是新潮流啊 不然往一來後 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你懂得調和頂耐 聲斷也比較軟啊 所以就傳出說 老柯你也可以 就是萬年總召功成生退了 反正現在目前的立願生態 你五十一席也變不出花樣嘛 你只能輸啊 那有沒有辦法能夠 可以能夠吸收到其他的 這一些中間的選票 或是把民眾長期益來歸 你做不到讓別人來做 但是這一個東西 現在目前被討論 我沒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要看賴清德的動作 那如果以那個賽中常會的這個互動來看的話 大家看到了一點點的貓膩 但看來他也沒有對他怒向柯建民 他還是跟他開玩笑說 我先呼吸就好 到底賴清德會不會覺得說 好 柯建民在立法院已經無法繼續你的工作了 我們民進黨再怎麼頭都不會贏 他想要換另外一個人來做總召 那就要看後續黨主席有沒有什麼 更清楚的表態讓我們能夠觀察到 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你剛剛提到話紅圈圈 這個地方叫做情緒管理深呼吸 柯總召你好幾次看那個場景 都在委員會裡面 腦袖沉入的都是他 該深呼吸的也是他 好 那柯建民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當總召 所以他戰鬥團隊 他遇到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時候 跟民眾黨的時候 他事都不退 所以重點還在於賴清德對他的信任 還有民進黨五十席 另外五十席的立委 對他是不是認為說他夠當總召 為什麼其他的黨都沒有這樣 永遠都是他當總召 所以他當萬年總召 但是你賴慧昌 你剛剛俊翰哥講的 在每一次朝野協商的時候 其實話最多的可能就是柯建民 而且他不會服從主席院長 韓國瑜的現場的主持 他就會一直去打斷韓國瑜的講話 包含像前兩天 陸委會跟交通部直接來朝野協商 為什麼 因為當天就要去講 我後來做成決議了 希望我們的團友能夠解開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旅遊能夠 我們團友去了以後大陸可以來 可是顯然當天陸委會跟交通部找了一個理由 說我有外賓什麼樣 他們不想來 那這個事情其實 洪孟凱身為國民黨的黨編 他也就直接講了 奇怪 你部長跟主委你怎麼要來 不來什麼 這個事實 但是這個柯建民他就沒有去講說請假 為什麼他直接講說 你這大小小啦 你大小小啦 會嗆毒啊 對 他會看成 因為他卻有洪孟凱 在立法院的資歷跟他插著 他就會直接罵他 好 那這個 可是你罵了洪孟凱沒有用 旁邊還有韓國瑜 韓國瑜跟柯建民是1993年 時候一起進立法院的 他們是同學嘛 他講說好 下次 要請這些部會首長沒有來的 要罰血100遍 我會親自參加 用智慧來化解 那再來呢 還有包含了健保的這個 這個點值的問題 因為國民黨希望能夠最好到 一點一塊錢嘛 那他也直接就挑到 欸 蘇清泉 你是不是有自己的醫院的嘛 你不能在這裡啦 你的醫院會賺很多錢 現場吵來吵去 柯建民在民進黨的這個 總召的位置還能做多久 我們後續拭目以待 立院又開戰了 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我們跟您看到 原班人吧 院長 又是韓國瑜 又是柯建民 而且一樣在朝野協商的現場 哇 這一次你看到 導火線是什麼呢 在朝野協商 結果柯建民邀來 鍾嘉賓出席 被韓國瑜請出去了 哇 老柯火大開炮 嗆韓你給我小心一點 韓國瑜他也非常罕見的 做出這樣直白的反應 為什麼搞到這個場面呢 今天秀琳帶我們來看到 有沒有讓人家感覺到一點點 挖洞要給韓國瑜跳 讓人來現場韓國瑜一見到危險繞開 結果搞到老柯建銷 回想了 這個簡直是武林高手的過招 柯建民最近真的很奇怪 各種怪招出鏡 到三更半夜寫了一篇很長的文說 台灣快要變成 希特勒莫索里尼執政的時代了 然後呢又說現在全台灣的希望 國會的希望 民主的希望就在韓國瑜的一念之間 於是這一場朝野協商 他就展現出他想要感化 韓國瑜的這一個怪招 那花了三個半小時 最終他都在吵什麼 這個朝野協商裡頭呢 是大家在黨邊協商說 賴清德要怎麼來立法院報告 這件事情 到底是要急問急答 依序問答還是怎麼答 這件事情 那你就去協商啊 什麼好吵的 老柯是有備而來 因為他就一直認為這件事違憲嘛 他就不想讓賴清德到立法院嘛 但是其實賴清德是非常想來的 我昨天訪問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 吳征說賴清德很想去 他越越欲是想到立法院 他現在唯一不想讓賴清德到立法院 是柯建民 所以呢在這個協商當中出各種怪招 一開始呢就跑出了一個中嘉賓 中嘉賓不是黨邊 不是負責協商的幹部 他為什麼突然冒出來呢 他說我以前當過國大代表 我知道總統到國民大會來 這個國情資文後面的問答 統問統答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來分享一下我國大的經驗 然後呢 韓國瑜就傻眼了 你沒告訴我你要來 你突然冒出來 然後你做出來跟我說你要發言 那要其他的藍白在野黨的黨邊 都聽你在那邊 分享你的國大經驗嗎 那於是韓國瑜說不行 那中嘉賓你先出去好嗎 我先問一下其他黨 尊重一下在野黨人家願不願意聽 然後呢 老柯就跳起來了 他說你小心一點 你怎麼可以叫一個立法委員 走出會議室 這個是立委的權力 可是問題是你要來 你也要夭然來 不是不行 你要跟院長報告一下 你跟他打個招呼 剛剛那種突襲 對 所以韓國瑜就說你突襲我 你沒先告訴我 結果呢 老柯說我不跟你玩這一套 那韓國瑜真的集中生智 我覺得他真的是武林高手 他非常聰明 他跟柯建民說 你說中嘉賓有國大代表經驗 要來現場分享 你知道我們立法院裡頭的 113個委員還有其他兩個人 也有國大代表經驗 那個人叫楊瓊英跟賴世保 那你要不要叫他們一起來啊 有經驗的大家一起分享 否則你先通知 我也可以請在野黨 把楊瓊英跟賴世保一起來嘛 要分享大家一起來啊 他有道理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老柯就生氣了 而且呢 老柯現在唯一在國會的希望 就是韓院長 那他就說呢 在他立法院三十幾年來 沒有遇過這麼艱困的這個立法院 現在就要靠韓國瑜 能夠公正的站在他那邊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有點 在白天下午吵了三個半小時 KID PUN PUN 晚上回去就認慫了 發了這一篇文章 對啊 因為他現在唯一願意 聽他講一些臉瓊維的話的 只剩下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是非常有耐性的啦 跟他講說 他後來也沒有叫鍾佳斌出去 因為他就說 這個怎麼可以叫國會議員 這個走出會議室 趕出會議室呢 這非常沒有追 他說好吧 那鍾佳斌 你就坐在這裡聽 然後呢 他就把這件事情問大家 那難道鍾佳斌來講 賴斯堡跟楊瓊維不用來講嗎 於是這件事情就說 那就隔到下一次 如果要講大家再來講 那柯建民最近在立法院裡頭 的確是有蠻多瘋狂的這個行徑 從這個老天有眼以來 他在這個三更半夜 一直在講台灣要滅國了 亡國了 都讓大家覺得 柯建民你到底是怎麼了 好 危害我們看到立院又開戰了 結果又是韓國瑜 又是老柯 我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看到後來有一點點 老柯故意落朗 然後呢 要韓國瑜請軍入奧 可是被韓國瑜識破 封閃跳開 結果看到老柯敗陣再加一啊 今天你被邀請要去參加生日宴會 你要把你的小孩隔壁的親家 你的大小孩隔壁的三千九五千都帶來 怎麼可以這樣啦 你可以講嘛 先講啦 你包大包一點整桌給你嘛 民進黨應該是三個啊 就是柯建民 吳思瑤跟莊瑞雄啊 哪有第四個一個 中嘉賓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一次 昨天下午的協商 是要講兩個 一個是花東嘛 另外一個就是 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 到底要怎麼樣幾問幾答 統問統答 還是依序回答 結果呢 柯建民講說 我們有一個中嘉賓 以前那個國大有沒有 他要把他修到變成 全力都到立院去的時候 他是國大代表啊 你就是台康啊 所以叫他來說明 OK 但是你要跟院長講啊 來我舉個例子 我就講完第一題了 記不記得這一次的立法院 開議的第一次朝野協商 我記得啊 民眾黨本來是三個人 來了五個 陳超之 對對對 我跟居然沒有對喔 為什麼 弄得空氣很不好欸 陳超之就不高興嘛 我那投票投錯 你為什麼要污蔑我 所以他就找了林國成 監票人跟我 我要去說明對不對 當時柯建民講什麼 你是不可以來對不對 柯建民當時不是講說 你不能來嗎 因為我們就是三個人 你是黨團三長嗎 你為什麼在現場 所以同樣的道理 來觀眾朋友 今天立法院長是誰 韓國瑜啊 韓國瑜嘛 誰主持這個政黨協商 韓國瑜啊 你主持政黨協商 你沒有跟他講 以後這邊都三個人 你四個人他要不要講一下 對不起等等你的 第四個人不能在場 所以韓國瑜沒有在打壓中嘉賓 他意思是說 對這樣嘛 大家都三個啊 你怎麼會四個 所以不好意思齁 我可能要請中嘉賓委員離開 這個柯建民就講說 你小心一點喔 把委員從議場趕出去 是何等大事 不是講這個確實 確實聽起來很嚴重 可是等一下 你要請這個委員來說明 超議行商 你要各黨團隊同意啊 我們今天有個專家在嘛 我們今天要請到周萬來 還有一個 我馬上可以講了 黃鍋才就是啊 因為你今天超議行商 如果講花東建設特別遼地交通嘛 交通部長要來 所以如果到時候黨團站在講 不然我們請部長來看可不可行 所以他在旁邊要stand by 那是不是都知道有他在等 OK嘛 那大家都知道中嘉賓 準備解釋國情報告嗎 不知道 所以呢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他不是要去針對中嘉賓 他只是說你怎麼突然多一個人啊 對不對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請你離開 所以就牙起來 他講說你這樣子我很尷尬 你沒有說有人要來啊好不好 那最後呢 韓國瑜院長才是說 立法院裡面當過國大代表 不是只有中嘉賓啊 你要說懂很多人都懂 那你要請他來 你要說 我才能跟另外兩個黨團講清楚 才不會造成這個問題 最後呢就讓中嘉賓委員在場 但是不發言 以免不公平 所以啊今天應該是說在院長 在另外其他的黨團三長 不知道情況之下 你把中嘉賓給邀請來了 你看喔 韓國瑜也會好好地說 他沒有跟你大小小小 不好意思 結果不好意思 還是老柯 最後你就看到 這一場有沒有一點點老柯要來 要來鬧事的感覺呢 所以韓院長基本上就是軟中待硬 對 所以他是很堅持 你不能講話 否則要離開 然後呢但是他的態度都很軟 對啊 然後對於在現場哭等了 三個小時的 這部長嘛 你旋風台我都在請 這場上來報告啊 對不對 結果後來因為都在吵嘛 所以最後他根本連發言都沒有發言 所以韓院長也有記得就是 在場邊等候的交通部長王國才 不好意思 讓你等個下午 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韓院長他的手腕 該硬的時候硬 可是即使是硬 他的手腕 他的口條都是非常的溫和 這是為什麼現在目前韓國院長 在立法院的民調跟人氣 都比過去當高雄市長 還要更高的原因 那你要知道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很多問題解鈴還虛氣鈴人 那現在目前朝野的問題 柯建平總召他比較硬嘛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 卓榮泰院長不要這麼硬 那因為520下禮拜一他就會就任了 其實基本上這個一定會發生 因為按照網例 新任的新院長 他一上任之後呢 一定會立刻到立法院來 三個黨團都一定會拜會 那拜會之後呢 包含了院長副院長會拜會 所以呢現在就期待一個狀況 等卓榮泰院長他一上任之後呢 一定會到立法院去拜會韓院長 那麼大師兄卓榮泰出手 我跟大家講 卓榮泰的身段是非常軟的 賴清德他要挑戰蔡英文 後來當黨主席 有條而抵耐 誰當黨主席 明講黨主席也是大師兄 也是卓榮泰 所以卓榮泰的身段是非常軟的 等他上任之後 一定會來拜會韓國瑜 那再來我們要談就是 520要就職大典 那以往大家講說就職大典 誰去誰不去也沒那麼關注 但今年因為國民黨一開始都說不去 結果突然盧秀苑市長說 我要去 那韓國瑜院長呢 他是一定會出現 因為兩個國喜 由國喜兼交 由現任總統加給總統當選 就是由立法院院長 非常重要 觀眾朋友 今年還有很多韓國瑜院長 要出場的時候 包含什麼我先預告 雙十國慶的國慶大會 國慶秋會的主席 就是立法院的院長 對不對所以韓國瑜院長會去 副院長也會去 好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那現在張三政原本是議會的關係 陳其邁也是議會的關係 他們現在都說 我們來跟議會協調一下 也許他們就去了 那黃偉者原本就說要去了 就只缺一個人了 君翔哥是誰 就是侯友宜 那在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 侯友宜今天有記者在問 他也講說我已經安排好行程了 我雖然沒有辦法出席 可是我早就在選完以後 打電話給賴清德總統當選 祝福他啦 他也沒有說生氣說 為什麼我不去不行嗎 侯市長的風度還是很好的 可是他一天選擇不去 來觀眾朋友我就講了 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當選總統 民進黨的立委有沒有去 有沒有去 沒有去 通通沒有去 所以那次有沒有搞得這樣 天都要塌下來 那時候當然也會問嘛 那時候我在跑中府 我知道嘛 柯建民他這是總召嘛 那這國民黨的慶功業 我們去幹嘛 我們不去他們比較不會尷尬 所以是通通沒去 我要跟大家講清楚 我支持藍綠 不管誰當選都要去 可是當年民進黨是沒去了 對不對 好 那2012年馬英九不是連任了嗎 對 連任了以後 他的對手是誰 2012 2012是那個 蔡英文 蔡英文有去馬英九就指點你嗎 也沒有啊 所以他們不是雙標嗎 我們還沒講完啊 那2016的時候呢 2016就蔡英文當選 對 朱立倫有去嗎 沒有 那2020不是韓國瑜嗎 韓國瑜有去嗎 也沒有 所以過往喔 兩個人作對自殺 三個人作對自殺 選完之後 那個總統落選人 不好意思喔 這樣大家不要聽得懂 他都沒有去的啦 對 520 歡歡喜一天 後面接下來的四年 才是國人念之在之 最在意的 來我們看到 整個國安團隊 政得富的 通通都就位了 哇 這名單一攤出來 哇 又有很多可以討論了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報新聞 早就跟大家講 很清楚四個字 國安團隊就叫蔡龜賴水 是 通通都是蔡英文的人馬 顧力熊 吳釗憲 對不對 這些都是 但是呢 因為他都是蔡總統的人馬 可是賴總統都把它用起來了 那光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誰挑的 挑的這麼好 有沒有 顧力熊就是站在那裡 你看蔡英文旁啊 他們兩個是一組的嘛 可是你現在要用他了對不對 以後國防部長是他 那會不會有漢格 會不會不聽話 觀眾朋友不用擔心 因為畢竟賴慶德手腕也厲害 只是第一任的這個 國安首長 國安會秘書長 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可是你要知道喔 他們不是當永久啊 又不是保四年 所以等到下一次 如果卓榮泰跟陳其邁 或許啦 我猜可能第二任的行政黨 或是陳其邁 什麼時間啊 我就先跟大家講 什麼時間 2027年的 1月底2月初的時候 當完了他的高總市長之後 就是2026年的12月25號 然後立法院的會期結束以後 1月底2月初 過年期間之後 可能就要改組了 那那個時候 顧力熊跟吳釗憲 還會不會留在 這個賴清德的國安團隊當中 到時候就能揭曉答案 好 宇軒 我們回到 立法院 一樣的大會議事 一樣的朝野協商 一樣是韓國瑜 一樣是老柯 哇這個炒成這樣子啊 我覺得很奇怪 一般人被洗臉過一次之後 就會自己知道尷尬 不要再被洗一次 那當時柯建民 怎麼會連續給韓國瑜 洗兩次臉啊 當時洪生漢的時候 韓國瑜已經get out了嘛 叫他出去了嘛 被洗臉了嘛 那為什麼你這時候 還要再找一個中嘉賓 來嘗試突破咧 那肯定被洗臉啊 所以韓國瑜 道理很簡單嘛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拜託 當任過國大代表這個經營 又不是只有你 那其他人也可以啊 那其他人我都沒有請他來了 所以一併按照規矩 套一句老課的話 叫整個來 叫整個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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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就照規矩來辦理嘛 但我現在比較擔憂的是喔 第一啦 他們現在去炒這個到底 賴清德的報告方式 我覺得是拖延戰術啦 目的是要把環台高鐵 跟國道六號這件事情 給給 拖掉 給搞砸嘛 這個案子背後其實是 老韓一手要推動的 我問過他本人 他本人說對 這就是我要的案子 那只是因為 要去立法院委員會報告 我作為一個院長的身份不合宜 對不對 我一個院長然後跑到委員會去 跟各個委員報告 看起來很奇怪啊 所以他說最後才有傅崑其代理嘛 所以我說好 那你這個局面如果鬧翻 他代表一件事情 朝野之階再無和諧可能 因為連最中立 民調最高的韓國瑜 你都要跟他得罪嘛 今天你硬幹的這個道理 不是跟國民黨對著幹 你是跟韓國瑜耶 那你現在這時候再去討論說 520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出席 剛剛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以前520從來大家不會討論 不然以前柯建民也是在鬧啊 國民黨慶公願我幹嘛去 柯建民也是這樣講啊 那別女書寫也都沒來啊 是他天王民進黨 全部人大家都不來啊 那不是一個事耶 那個時候不是一個事 柯建民那時候還援引一句話說什麼 直政黨一直在追殺 一直在做政治迫害 我憑什麼要去 那請問換到現在有差別嗎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變一個事 其實侯友也好 盧秀燕也好 陳其邁也好 蔣萬也好 都不去或不去 都沒關係的 這事情不是一個焦點嗎 那為什麼現在變焦點 因為朝委之間對抗到不可開交 曾幾何時在520賴清的就職之前 就已經被你柯建民 就因為被許小鑫的事情 已經鬧到風風火火朝委之間對立至此 那對立至此 所以說現在這些國民黨的人 不是說他們愛去不去 是他們很怕去啊 那去了肯定被罵了嘛 那你說去了 那現在好 盧秀燕去 盧秀燕衝第一個嘛 對不對 他當馬錢主嘛 衝第一個 逼得連陳其邁也跟得去啊 逼得蔣萬也跟得去啊 那蔣萬跟得去 陳其邁就最好代表嘛 連陳其邁都不去了耶 你跟我討論這些 那請問一下 這些人會不會有壓力 當然會有 那為什麼厚惟也沒這個壓力 你說宇璇你這樣講不對 厚惟也難道不怕被罵嗎 他不怕嘛 為什麼 因為他身分角色不同嘛 我今天跟賴清的 我們是選過局的競爭對手 我去很難看嘛 這面子拉不下嘛 他叫柯文哲也去 他不會覺得難看啊 柯文哲本來就 那三個字我不想講了嘛 本來就 對嘛 所以我說按照這個邏輯 你搞清楚嘛 所以這個狀況 我覺得民進黨反而比較反思 所以朱立倫 難得我認同他講一句話 我用朱立倫話做總結 賴總統 你說幾句話吧 對不對 因為講白了 巧欣案到現在為止 林俊憲有沒有打過任何一句話 沒有 林俊憲是沒有打任何一句話的 所以不要跟我講說 什麼民進黨中央也在打 我放屁 好不好 那根本不是賴清德的意思 請賴清德總統 說一句話 到底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好 巧欣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巧欣我們看到 朝野對抗 朝野對撞 協昌是戰場 520就是電力是戰場 你跟吳釗燮也是戰場 你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明天的戰場會很精彩 絕對會很精彩的 尤其是呢 我這幾天就減少了媒體受訪 我就跟他們說 拜託你給我一點神秘感好不好 不要每天都是我 你們就等禮拜三不行嗎 大家就直求對決嘛 我覺得我要講的事情是喔 目前在立法院裡面的 雙方攻防是非常強硬的 這就是在蔡英文卸任之前戲 那民進黨自己可能群龍無首 所以一群人自己在亂搞 尤其是誰 柯建民 你看柯建民去找了一個中嘉賓來 別人都三個人 就你四個人 這就可 其他兩黨可以接受嗎 當有三組黨團在協商的時候 你多一個人進來還搶著要發言 那其他兩邊的人當然說 不把你趕出去 但至少你閉嘴嘛 結果老柯還在那邊繼續鬧 所以呢 我知道在司法委員會的人 都已經受不了 老柯跟吳思瑤這兩個了 每天進去都覺得耳朵很痛 但是 這代表賴清德德的意思嗎 很難說 因為 如果今天沒有一個和諧的 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院的互動 那我想請問 賴清德的政策要怎麼推 你一個案子也過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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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如果你要讓朝野對立到一個極致的話 一個案子都動不了 5月17號要表決 5月17號是在520之前的大日子 是表決日 那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 所有黨 所有包含民眾黨 國民黨 民黨全部動員 全部表決 到時候你看民進黨輸的多難看 現在連電業法通過之後 未來店家長都要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你覺得這樣子的法律 對賴清德有沒有立 絕對沒有立 他絕對不希望通過這樣的立法 所以他就會來溝通 那最好的溝通的對象是誰呢 那當然是我們的韓國瑜韓院長 因為我們都聽韓國瑜的 韓國瑜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是想要降低朝野對立的 可是旁邊很多人在鬧事 吳釗燮就是第一個 沒事什麼 你們被吵架完 這個就會造成 朝野有更大的對立跟更大的糾紛 那算總上的時候抱歉 不是算在蔡英文身上 他已經剩下沒幾天了 全部算在賴清德身上 你覺得他會開心嗎 董哥你怎麼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吳釗燮最讓人家瞧不起是怎樣 他用外交部的名譽去告習小新 然後他兩個月前他已經被發布 國安會的秘書長 那接下來官司打的時候是誰在面對這個 是林佳龍新任的外交部長耶 他哪一個燙手山衣別人丟給他 這是很不道德的我老實講 因為你的新職務已經發布了 你怎麼可以留一個攤子給 整個外交部 大家都要繼續受你影響去打這個官司 那大家想想看 一個部去告一個立法院的委員 這個是很大的事情 各位朋友我先依告 明天兩天大致 習小新跟吳釗燮 在立法院會有一個好戲看 老柯如果賴清德懂 他應該懂 就老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趕快把它換掉 因為老柯現在自己不能接受 他每天扮演戰狼 現在民進黨就兩批狼 吳釗燮跟柯建明 柯建明認為說 我不能像過去跟王金平時代 我要怎麼玩就怎麼玩對不對 他在立法院縱橫了二十幾年 沒有想到現在全部吃杯 他最討厭的人就黃國昌 黃國昌就跟他演死對頭 他每天罵傅昆琦 傅昆琦也不配合他 那這個你怎麼玩 你是執政黨的黨邊 所以他玩不下去就開始 喔 拔操啦 我們閩蘭話就叫拔操 就是我給你爛 那你爛的話賴清德怎麼辦 賴清德還沒上任 他現在有些動作不敢夠大 因為總統還是蔡英文嘛 他也不敢去跟在野黨溝通 因為我還沒就職嘛 其實是可以 你是黨主席嘛 可是他不敢 他現在謹慎小心 好 那你現在 都要很清楚 做一個政治人物 尤其你是一個執政的人 四個字最重要 政通人和嘛 你要人和政才會通嘛 結果這些人 一個在行政部分替你搞爛 一個在立法部分替你搞爛 那你還要怎麼樣做 你沒辦法做 還沒上任就充滿了經濟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很清楚 你今天不是國會最大黨 夠半數 你今天的所有的方式 都要重新再來審視 我要怎麼讓 我們馬上要上任的賴清德 他執政比較好 那你要執政比較好的話 一個原因就要妥協啊 過去王英明妥協了很多 國民黨都夠半數 一直讓很多事情給柯建明去做 民進黨就取得了很多戰狗 那時候是王英明的做法 那你現在 你民進黨要有這樣的思考 這個做法 你很多東西就要妥協要讓啊 你如果不讓還是要站到底 那就一路的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了 賴清德要思考 趕快把前面的那些大石頭 把它翻開 觀眾朋友 國會改革副議案 明天要在立院表決 沒有意外的話 藍白聯手會將他擋下 可沒想到 今天居然上演表決前的前哨戰了 你看這個誰 葉元之跟王定宇狹路相逢 為了誰動用警察權可以在走廊 爆炒五分鐘 你來聽聽下面這段畫面 他說我說警察權驅離民眾 他說我說警察權驅離民眾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他怕被罷免怕得要死 他呢 一個台南的民進黨立委 說要罷免反朝立委 我沒有想要罷免 民進黨就搞政治鬥爭 警察不要那麼怕辣 你閃說不敢答 我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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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權保護院長 沒有說警察權驅離民眾 不一樣東西 我說你們菜刀切西瓜 跟我說警察權是大神奇 自己想一想 今天怎麼會燒出這個表決前的前哨戰 是居然我剛才看到這個唇槍舌戰 我們等一下原知自己在請示 自己在現場 對對對 我們苦主又在現場 但我其實有兩個感想 第一個這兩個默契挺好的 意思都是說 而且把對方當空氣 好有節奏感喔 而且這兩個人很文明喔 你知道為什麼很文明嗎 沒有像黃國昌一樣噴口水 不然那個可能就變得呼呼巴巴巴掌 你為什麼要噴我 你等滿嘴的口水 你靠那麼近看嗎 你插什麼隊 還有沒有 沒有這樣子 這兩個都在插嘴嘛 但究竟我們的原資 跟我們這個王定宇 在吵什麼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王定宇日前上了媒體說 罷免要罷葉原資 為什麼他說罷免要罷葉原資 他說不是因為獅子挑軟子吃喔 他說因為葉原資啊 竟然講說要用警察權 來去壓制外面的民眾啊 好可怕啊 這種立委啊 沒人信要把他罷免掉 那我們原資呢 當然就生氣了 說你這胡說八道什麼 明明我們是說 你們民進黨這些都暴力立委 對不對 把韓國瑜打到全身都智商 所以我們要有警察 從後方通道來保護他嘛 對 所以原資當然跟他現場激變起來 一直說照搖王 照搖王 他也算客氣了 至少沒有提租房子的事情 這個蔣伍德 你要是我就租房子的事情 就直接提出來了嘛 客氣什麼 對不對 但沒關係王定宇就一直說 你怕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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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兩個人就在那邊跳針 反正為了這件事情呢 到底有沒有動用警察權 在現場罵了五分鐘 但事實上呢 你仔細看看這件事情 我就原資這個比喻也是蠻妙的 說我拿菜刀切西瓜 你說我拿菜刀來殺人 對不對 但王定宇可以回答 我明明就是一個月租八千 你偏偏就說我不是房客 這也是公說公有理 婆說不有理嘛 你真的很壞心耶 我看到王定宇 我就想要租房子的錢嘛 對不對 八千塊真的很便宜啊 對不對 有好看嗎 好不好 我也想要租一下 但我講白話 其實原資做這件事情 王定宇反而是在幫他 你知道為什麼 傻傻的 因為原本葉原資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到底原資夠不夠藍 怎麼常常上這個綠媒 我們這邊就不是了吧 這邊不是綠媒了吧 原資也來了吧 對不對 而且他勇敢的跟過去大家講 民進黨空戰第一人的戰神 直接在立法院對著槓 所以已經徹底消除大家 對於原資不夠藍的疑慮 另外一個人夠藍了吧 也是戰神中的戰神吧 許巧鑫 哇 他今天跟現在院長有個非常精彩的過招 對沒有錯 我們今天學巧鑫有直接把卓榮泰的臉書貼文 拿出來跟他自己的說法做比較 說不對啊 你搞什麼 你政院的臉書明明發的時候七項 對不對 你講說這個人民會隨意的被調查 人民會隨意的被調用 結果沒有想到送來立法院的時候 這一份報告裡面 突然間變得非常渺小非常渺小非常渺小的文字 藏在了內文裡面 你本來是標題對不對 那是你的宣傳話術 所以許巧鑫當然挑戰他嘛 就是從他來說 那代表我的心情 不是啊 我們的院長啊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啊 你的心情就可以說謊嗎 你不能用心情作為理由照謊 何況你是用行政院的臉書 換言之連民進黨自己都知道 如同我們原資講的造謠王 你這個所謂的點就是造謠 難怪送來公文的時候 自己都先心虛了一半 明天新起舞喔 曹野要在立院表決這個複議案 會順利嗎 我跟各位報告一定會過的 好不好 就是說這個複議案一定 應該講 一定擋得下來 一定擋得下來啦 就是一定不會通過啦 一定會駁回的啦 理由很簡單啦 因為民進黨現在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這個嘛 一片戚風苦雨 對不對 青鳥這個民主不能淋雨 但是我們可以 結果現在連青鳥都不想要淋雨 因為現場根本就沒有人嘛 所以柯建平他講一句話 各位我倒是挺相信的 他說 不破壞議事規則叫他簽嘛 國民黨說你趕快簽這個 不破壞議事規則投票 不破壞投票 柯建平說不用啊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很多人在懷疑說真的假的 老柯真的假的 當然真的嘛 因為從頭到尾現在大家發現一件事情 你民進黨根本不在乎國會改革 你民進黨根本不在乎國會無法 你也不在乎違法違憲 畢竟你賴清德三個委員會 你都提出來了 你也不在乎擴權 畢竟你賴清德都擴權了 你真正在乎了什麼 是你輸不起 想要在2025年再打一場選戰 所以各位 再看一下我們的房客 一直在講 罷免了 你怕罷免了 你怕罷免了 莫名其妙 為什麼當選四個月 你說世界也是怕罷免了 我看到的是 你民進黨從頭到尾 因為自己51席 輸不起 整天想著要重新再選舉 當然不會破壞投票 就是要給他投下去 給他擋下來 擋下來 才能吹出更多的青鳥 不然你看 昨天午後的一場大雨 青鳥被淩成落湯雞 人這樣稀稀落落 這個還算好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下大雨 你看我看到前方 至少一個人坐著 我跟你講 如果說這個複議案 你真的給他通過了 這個連椅子都不見了 鳥都沒了 都不用抓了 根本沒鳥 好不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理由很簡單 原本民眾知道 說我們年輕人 滿腔熱血 為了要改革 為了要守護民主 上街頭 結果上了街頭 發現第一次十萬人 第二次七萬人 是你們自己講的 我大概都要打個兩折 但最後發現說 不是啦 你民進黨從頭到尾去騙我 你就是要在選舉 因為許智傑講 我們來霸死期好不好 我們拿六七就可以過半了 我們就可以全面直戰了 所以民眾發現說 你從頭到尾就在耍我們 根本不再會改革 而且這個副議案 你也沒有存心要擋 所以現在後來發現 一個非常尷尬的景象 我覺得應該要幫他大肆宣傳 因為當時十萬人的時候 喊著正田尬想 七萬人 喊著正田尬想 那如今 這個維安 都比你現場的人還多 空蕩蕩的一片 甚至有現場的義工說什麼 我好興趣那邊幫忙 結果他還罵我說丟臉 說沒有幫他們找人來 人太少 那我可不可以解讀成 所以現在全台灣的民意大轉變 全台灣的人民都支持國儒吧 全台灣的人民都對下賴清德 以及他內閣頭下不幸恩票 好葉元之今天變成立法院的 新聞人物焦點中的焦點 來元之你要告訴我們 你跟王定宇在立院的這個走廊 怎麼可以在那邊開槓五分鐘 只為了吵警察權 因為跟你講 巨王哥我最痛恨就是 有人愛造謠 而且他最擅長就是 利用他的網軍 在他的臉書上面 弄很多影片到處散布謠言 其實我也有到他的臉書去留言 但是他沒有回我 所以我一直 心裡一直有一個 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 我如果看到他 你要嗆他不要造謠 你早就想到了 今天早上就在那個 走廊上狹路相逢 剛好旁邊也有記者 所以全部拍下來 但我要跟大家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王定宇號召他的支持者罷免我 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PO臉書 建議韓國瑜用警察權 去驅離立委跟驅離民眾 但是我有沒有這樣講 我有沒有PO臉書 完全都沒有 立法院長很重要 應該要請警察 動用警察權 保護他競技場吧 請問現在立法院長不該保護嗎 行政院長會不會受傷 如果今天卓龍泰來我們立法院 被我們包圍 他旁邊的人會不會保護他 會不會 會吧 結果我這樣講 被王定宇造謠成說 我叫警察去驅離民眾跟驅離立委 是同一件事嗎 我問大家 我如果假設我見義望哲 你去台北 找一個飯店住 結果他跑去跟別的女的同居 結果他跑過來怪我說 你怎麼叫我去台北 我叫你去住飯店 你怎麼去同區 換你們兩個八千塊 狹路相逢 所以我是警察權是保護院長 但他為了要煽動罷免 他就故意扭曲成說我要去鎮壓民眾 跟驅離民眾 那這是不是造謠 這當然就是造謠啊 所以今天早上 他跟我狹路相逢 我跟你講 他從頭到尾一直理虧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說 不要各說各話 大家來對話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我只跟人對話 他惱羞成怒耶 惱羞成怒耶 人身攻擊耶 然後他繼續對我 對我人身攻擊的時候 我說 不要人身攻擊 我也沒有講你私德問題 我從頭到尾沒有提到王八千 所以我覺得王定宇啊 真的造謠仔 真的讓人家看不下去 今天早上我才會 找到機會 趕快跟他理論一番啊 董哥你怎麼看 下午已經把這個地點 改做叫做家煞走廊 又有兩個人在對嘴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王定宇他本來就是 就是惹事了啦 他就是要表示 我對於藍金這些人 我全身的來對抗 所以他 從長期以來一直是這樣 我們也知道 他扮演這樣的角色 由來已久 那我覺得說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把這些事情拿出來講呢 因為這個時候民進黨 正碰到一個很特殊的處境 年輕人找不回來 大家看了這幾天的場面 那嬉嬉落落 包括他們到地方 甚至只有幾十個人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民進黨來講 情何以堪啊 那沒有人 來的又都是一些老頭子 對民進黨號召了青鳥來講 其實是非常狼狽 狼堪的 那這回 剛好 就是在這種火器 他們希望說 能夠加大一些衝突 可是 我剛剛經過立法院那邊開一看 我也看不出 會有怎麼樣的局面啊 那這一次的 護衛案 不會有像上次 那麼多的青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會很快的通過 不會在會場上 有太多的太大的那種衝突 當然會有 但是不會像過去那樣大 那今天 民進黨他其實已經 很多聲勢在走下坡了 所以應該怎麼樣呢 應該把林輝帆找過來啊 他夜領二十萬啊 請他發動二十萬 太陽花的人到現場 來幫民進黨的青鳥 讓他有人潮啊 那今天如果七七一堂雨 你就不來的話 你還什麼 用生命去保護台灣 不要笑死人嘛 所以這些都是虛假 旺辰 你怎麼看 我今天看葉元智 他不是葉元智 他是 一個打十個 你看葉元智今天 他不是卵氏子 他翻轉他過去 可能比較溫文的一個形象 今天在立法院 直接對上的是王定宇 我說為什麼要對王定宇 反而對葉元智是加分 他今天如果對其他立委 其他民進黨立委 或許這個效應不會這麼大 但他對上的是王定宇 王定宇大家去Google一下 剛剛元智講他的私德 大家就一目了然 那今天在立法院 這條是連線節 所有媒體都在現場 那每家媒體拍攝出去的時候 這個畫面 大家一般民眾看了之後 誰的形象好 誰的形象差 其實高下立派 所以我覺得 葉元智跟王定宇這樣吵 葉元智其實得勝 為什麼 至少他罷免這一關 應該已經OK了 他已經躲過 因為過去大家 對葉元智講話說 你對藍軍好像不夠堅真 你不夠堅定 可是你看今天葉元智 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看臉書上 非常多的藍軍朋友 很多支持者 都來幫葉元智加油 等於很多藍軍人量 已經灌到葉元智身上 那話回來 為什麼今天是王定宇 你看王定宇不斷推他 結果王定宇 後來講到自己跳針之後 直接辭窮了 所以你看今天這個組合 對葉元智來說 絕對有利 而今天這又是王定宇 王定宇的問題 就在於 他每次都喊打喊殺 但是他永遠沒有在第一線 衝鋒陷陣 你看青鳥行動也是一樣 青鳥行動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的辦公室 就是拍了照片 外面在下滂沱大雨 其實我當然在躲雨 你自己王定宇在哪裡 你在辦公室吹冷氣 這個難怪人家現在 他有說好感動 對 你說你很感動 但是現場的人非常狼狽 難怪現在很多青鳥不要站出來 你去靈哥不靈 是啊 這個就跟沈柏洋一樣有沒有 沈柏洋當時想要翻過去 到議場上面去抗争 結果王定宇在後面一直發 趕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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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要人家身先士卒 結果你每次都躲在後方 我說真的 到底哪個人會為你賣命 大家很怕如果未來兩岸開戰之後 你會不會說你們趕快送 結果王定宇躲在後方說 都沒我的事 我躲起來幫你們拍張照 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今天青鳥行動 會搞成這個樣子 坦白講 一個是王定宇 一個是王益川 王益川的議題也造成 所謂青鳥行動 大家很多中間的選民 不想理你青鳥 雨萱 你怎麼看 原資就穩了 我跟你講葉原資已經穩了 因為原本大家在討論罷免的問題 最大的重點在哪裡 這也有點之不夠人 這是大家的爭議點 但王定宇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王定宇因為現在大家都被 沈柏洋 黃潔這些新角色 賴清德的新角色給取代了 以前王定宇就是第一戰犯 為什麼 仇恨子之高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他 每個人就開始一直唸數字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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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一直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各位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對面的人知道 這絕對大加分啊 對不對 因為你找了一個對手 好好的讚 而且各位你沒有仔細看看最後那個畫面 請問一下是誰先認出的 居然你都沒有認出看 王定宇先走對不對 王定宇先走對不對 轉頭先離開 講不贏了 我不跟你說 別跟你說 別跟你說 還要繼續追他 對不對 所以是王定宇被葉原資暫退了 你號稱 國民黨裡面最弱的 最軟的兩千五百票 把你一個大戰神給打退了 這不就是一個現在的狀況嗎 而且再來第二件事情 你這個青鳥消風 我跟你講一去不顧反了 因為他未來人數只會越來越少而已 而且你不要誤會囉 七月中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慢慢就要修會了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修會之後 那青鳥要吵什麼議題 吵不起來啊 你就變成自己 會有一個視線案了嘛 對不對 你再鬧你也沒有火花嘛 再第二件事情 大家會開始反思什麼 不對 你賴清德到底 吵到了三個月了 你現在到底做了什麼 後來發現什麼都沒做 所以你等著看 隨著賴清德的民調 會越來越走低 而葉原資的穩定度 就會越來越往上爬高 立元龍頭選完了 最後國民黨的韓江沛出現 這個過程 非常波濤洶湧 儘管他的結果毫無懸念 為什麼講過程波濤洶湧 我要告訴我們 選完的隔天 柯文哲居然氣得要告民進黨 爭一口氣嗎 還是再演戲 好 今天剛才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柯文哲主席生氣了 他說 告不告 下午就去告 那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下午了 告了沒 我不知道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 可能請黃珊珊是律師嘛 準備要告誰 告吳珊 怎麼回事呢 我用簡單方式來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 雖然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昨天選完了 可是紛爭並沒有歇指 民眾黨團 PO了一個臉書講說 民進黨 怎麼可以把這個錯誤的消息傳給媒體 而媒體寫成了錯誤的報導 說我們民眾黨團 居然是怎麼樣 是主動的要跟民進黨來協調協商 求合作 沒有這回事 明明是民進黨要求我們民眾黨去幫忙配合 保下蔡其昌 哪有這種事 結果講完之後呢 來 吳珊他昨天半夜 11點50幾分 已經快要12點了 對 他PO了一個臉書 因為他現在是新聞部主任兼發言人 他講說民眾黨說謊 他說民眾黨講的是根本就不是事實 而且他說只是部分的事情 他點出一個重點 他說是柯文哲主席 請注意聽我講 柯文哲主席 在投票前一天 主動打電話給一屆大佬 請一屆大佬傳話給民進黨 拜託民進黨 是不是可以來跟這個民眾黨合作 但是呢民眾黨這邊 民進黨這邊 對民進黨這邊他們講說 他要的版本是投給黃珊珊 副院長支持蔡其昌 那跟吳征講說哪有可憐 哪有人要斷頭保一隻手的 所以呢我們因為全力支持游錫坤 民進黨團上下也沒有其他的意義跟意見 所以就回絕了民眾黨這樣子的一個提議 但是柯文哲生氣了 他說我不會說 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 觀眾朋友光是一個誰找誰講不清楚 這有什麼後悔真相只有一個啊 所以呢吳征講說非常歡迎 那我們就上法院 你不是說要告嗎 而且吳征還加碼說 你不是說是個一屆大佬對不對 打電話給你嗎 對不對那我這邊掌握的是 你打電話給一屆大佬嗎 這個一屆大佬 吳征知道是誰嗎 他說一屆大佬已經跟民進黨中央講說 沒有問題 要告就出庭 一定會出來跟大家把這個事情講得清楚明白 到底誰說謊 觀眾朋友 照理講只有一方是說謊的人 就怕你不告我 如果從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人證物證都在我口袋 大家法庭見啊 那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我在聽這個過程當中 柯文哲主席他強調就是說 民進黨他跑來跟我們講 那要我們合作 也就是說他可以支持我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沒有辦法接受韓國瑜當院長 但是我們必須把副院長投給你 副院長是誰 是蔡其昌 蔡其昌是誰 是新潮流 我是誰 我柯文哲 柯文哲最恨新潮流 我最討厭新潮流 我怎麼可能投新潮流 所以拒絕了對不對 但是我會這樣講說 這完全不合理啊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要游錫坤 我們怎麼可能跟你 放棄游錫坤立保蔡其昌 放棄院長只保一個副院長 這沒有這個道理 國民黨也是這樣講嘛 韓國瑜如果沒選上 蔡其昌是怎麼樣 退選啊 游錫坤講 游錫坤如果沒選上 蔡其昌講說我也不想要當啊 我也不想要當別人的副院長 所以怎麼會有我們主動提議 雖然是51席並不多啦 51席的政黨打票給巴協政黨講說 我們可以不當院長 但請你投給我們的副院長 然後他理由拒絕的是 因為新潮流是其一其二 他說民進黨這段時間 都沒有來這個任何的拜託 是在選前的一天才來 這句話我覺得可能 因為科文的主題是這樣講 我也覺得有點怪 因為明明游錫坤 不是1月29號的時候就有去嗎 怎麼會說到了投票前天 1月31都沒有人來拜託 游錫坤還到民進黨去嗎 所以呢 這個老哥哥建民就說 拜託欸 不要跟這個民眾黨 有任何的合作 是 因為他會說話不算話 所以呢 柯建民對於事後沒有跟 這個民眾黨跟柯主席合作 這件事情他非常的驕傲 他覺得說 還好你看 我們沒有跟他合作 輸也是贏 我們不在於溫錫坤輸 不在蔡西昌沒有 而且呢 我們會面子盡視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我們的支持者 但是話講到這裡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吳征講的跟柯主席 講的差別那麼大呢 關鍵就是你中間人是誰叫出來啊 到底這個一屆大佬是誰 觀眾朋友 在我們錄影之前 一屆大佬發表公開信了 這個一屆大佬就是陳詠欣啊 陳詠欣 一屆大佬他跟大家講 來我跟大家說 因為字很多 但我挑一個重點就好 因為裡面寫很多 其實他沒有批評兩邊 他論言兩邊 其實都很有合作的誠意 不管是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或者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其實原本都想要這個 來互相合作 只是最後合作沒有成 那他也是希望能夠從中去穿針引線 可是根據陳詠欣的說法 觀眾朋友請注意 陳詠欣說是1月31的 傍晚的用餐時間 可能大概就五六點的時候 1月31 就是投票前一天 對 那1月31我請跟大家做背景說明 1月31的早上9點半 民眾黨已經宣布 我們就是院長黃珊珊 副院長下午再說 對不對 所以1月31的 大概晚上五六點用餐時間的時候 本人接到柯主席來電說 如果民進黨可以 在第一輪投票支持黃珊珊 那麼民眾黨就願意支持 民進黨的人選去當副院長 有啊 所以有啊 柯文哲你真的有打電話啊 觀眾朋友在我們錄音之前 陳詠欣醫師發表這個信件 我就照念 我也不想介入這個 柯文哲跟吳征之間的官司 可是照陳詠欣這一段公開信的聲明 他的講法跟吳征是一樣的 那柯文哲你怎麼敢說你要提告 你要告哪一條啊 那柯文哲到底為什麼 他的認知會是這樣子 我知道 波基有掌握獨家內幕 等一下波基來告訴大家 好 雅民等一下來告訴我們 好 宇軒帶我們來看到 最怕跟民眾黨打交道 你看看現在 柯總知道嗎 好你告訴你 輸也是贏啊 不是啊 柯總知道有先見之明嗎 我是沒有大力的讚揚柯建民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犯跟朱立倫犯一樣的錯誤 他從一開始 Day1 Day0 我就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什麼 民眾黨不可信 民眾黨想要往國民黨去 民眾黨這傢伙就是個詐騙集團 他有沒有跟你講 四大數最好也不要嘛 黃國昌也不要 為什麼 他要尖避親眼 因為他很怕會陷入過去 藍白河那種 撿不斷的理還亂 然後一糾纏不斷的蚕食驚吞 在吸你血那種狀況 所以柯建民第一時間否決了吧 結果後面有沒有還是發生的 不幸的悲劇 有大型車禍還是出現 車禍現場 對 但你仔細看喔 我跟各位講喔 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 到底誰打給誰的 我才不在乎嘛 但重點現在唯一的焦點 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像靠像 另外一個是 到底是誰遊說誰嘛 現在有兩種版本啊 一種是這個陳詠欣講的嘛 我提供油黃配給你 你要不要 結果柯文哲反丟說 沒有啦 那不然三艙配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版本1 結果柯文哲的版本是什麼 顛倒過來 但各位啊 你如果了解柯文哲就知道 他最擅長是什麼 以假亂真 三分真七分假 對不對 電話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對 但是到底是哪一個版本是真相 很有可能會被柯文哲怎麼樣 歐龍誓鬥嘛 因為我們就常理來判斷 剛偉安哥幫我們介紹那麼多 民進黨怎麼會幹這種事情啊 說讓你黃珊珊當院長 還用拜託的 拜託讓你黃珊珊當院長 然後讓我拆起商當副院長 這聽起來各位 你用你的常理去判斷好了 有沒有這種可能 但我真正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的點是什麼 各位不要忘了喔 過去民眾黨向大家主張什麼 公開透明 不要密室協商 不要喬案盤 黃國昌會跳出來跟你講 這樣太離譜了 結果柯文哲跟民進黨在討論什麼 理論上按照民進民眾黨的核心思想 應該要什麼 馬上當斷折斷 我管你誰來遊說 管你誰來講 我就不要跟你講電話嘛 我跟你民進黨有什麼溝通的空間 我要政黨輪替 我要監督執政黨 我要下架民進黨 我怎麼會跟你 私相授授變綠百合 可是你嘴巴說一套 你做的事找了一個中人 還千方百計的在 投票前十幾個小時 一定要接通這個電話 手在你手上 電話也在你手上 沒有被陳佩琪 也沒有被黃珊珊藏起來 你柯文哲可以決定要不要打聲用電話嘛 所以想白了這個是什麼 軍越飯店2.0 為什麼 因為軍越那時候就是這樣 喬 談不懂說我們做過台銘一個credit 我們一起來弄 然後想要以老三吃老大 所以最後結局是什麼 破局嘛 簡訊被秀出來 而如今陳詠欣以及民進黨 所發出來的這則新聞 再再就是當初侯友宜 曬出來那封解訊 結果柯文哲一模一樣套路 一模一樣反應 更小當初 好 所以回過頭來 楊明最後回到這封信 密密麻麻的 但是他很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陳詠欣這個綠營的一屆大佬 他已經出來了 就今天白紙黑字 如果按照剛剛偉翰 帶著我們讀的那幾個重要的關鍵字 的確接到了柯文哲的電話 而且也希望民進黨的51期 通通票投黃珊珊 結束啦 這件事情不是結束了嗎 所以如果觀眾聽我們講到這裡 柯文哲你黑白說 你有種你告訴我看 因為你會理虧啊 你柯文哲怎麼可以 你們黨團都討論好了 結果因為陳詠欣打電話給你 你怎麼說 你說我可不可以 這個可討論一下 如果你們第一輪來支持黃珊珊 那我們這個民眾黨願意副院長 支持你們民進黨人選 你們隨便你們挑誰都可以 連黃國昌不想投的蔡宇昌都可以 然後呢陳詠欣接到這個訊息 馬上傳話給賴清德 賴清德說要不要考慮 尤黃配 誰什麼叫尤黃配 尤其坤 尤其坤配黃珊珊 黃珊珊當副院長 對 然後呢還說 如果民眾黨堅持 院長要黃珊珊 那是不是民進黨 隨便推誰當副院長 這個柯文哲都會支持 賴清德都有問喔 這個很有彈性喔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賴清德也不排除犧牲 尤其坤喔 重點來了 最後民進黨民眾黨還是沒有 最後搞到最後一刻是什麼 11點多了 11點多了 最後還是沒有結果 所以他說他要去睡了 祝福大家隔天 就是我們看到的開票結果 那陳詠欣醫師他可能不知道 的狀況是什麼呢 好 陳詠欣醫師說他是 按照吳震的說法 1月31號晚上大概7點左右 接到柯文哲的電話 好 可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有一段可能 連陳詠欣醫師都不清楚 因為陳詠欣醫師他這段 這封信他前段是在講說 從1月25號他就去見賴清德 然後呢更早之前他就去見了黃國昌 然後呢包括還透過什麼 這個柯文哲老師 叫什麼張金堅老師醫師 就一起去把這個 綠白合作的默契先撮合 但是因為看到民眾黨員 已經有一個定案了 所以呢他知道沒有辦法喬了 可是沒想到1月31日 他又接到電話 他以為是柯文哲主動 好 我告訴你 就跟你講 有一個說法是1月31號6點左右 你說都是傍晚那段時間 對 就在那段時間 有一個自稱他是 嫌民進黨高層之命 誰是民進黨高層 就主席啊 賴清德啊 就主席啊 賴清德啊 那重點來了 那個人親自見到了柯文哲 他帶什麼口訓過來 他告訴柯文哲說 如果你們還有任何的條件 要開的話 請透過陳詠詩 陳詠欣醫師傳達 所以柯文哲就打給了陳詠欣醫師 那重點來了 這個人他是知道 陳詠欣醫師是賴跟柯之間的傳話人 是 那這代表什麼 這個人有代表性 所以柯文哲當然不宜有他 那這段過程 也許陳詠欣醫師 他真的是 柯文哲打來很好 他們終於回心轉意了 但是前面這一趴 我建議柯文哲主席 直接公佈是誰找你 對 因為現在陳詠欣 白紙黑字在這裡 名字在這裡 他寫他負責 這是最剛正的證據 現在證據演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相信到這個地方啊 柯文哲的公開透明 在這件事情不用逼 全部講出來 不要 否則喔 再重演一次兩億美金事件 柯文哲你的公開透明 就不斷地變成密室協商了 這個對柯文哲未來在民眾黨的威信 會非常的傷 好 孟凱 白綠開思 柯文哲站得住腳嗎 這好像看起來是昨天 院長副院長選舉案外案 越來越多衍生 但是我們先講 如果說真的這些事情是屬實的話 大家一波又一波出來 那對比之前韓國瑜 江啟成 我們很有誠意的 前往民眾黨黨團去 不管是互相擁抱 不管是四大改革 我們還加碼改革 那把民眾黨當成不只是空氣還是氧氣 那這又算什麼 所以說感覺好像到最後 國民黨我們非常有誠意的 結果韓國瑜還好 到最後昨天的結果是一個正向的 不然我們真的覺得是說好像里外不是人 可是這凸顯什麼事情 這凸顯了兩個部分 第一 我們至始至終都知道是說 凡事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於心 所以我們至少第一 54票選票一定是徹底掌握票票入� 這是我們可以掌握的部分 我們第一個我們的堅持 第二個部分 昨天的一個結果 如果說到最後真的我們所有的劇本 都有沙盤推演過 我也誠實地跟各位觀眾朋友的報告 我們也真的有想過說 如果最後有可能民進黨灌票給民眾黨 或是民眾黨到時候灌票給民進黨 我們這些劇本沙盤我們都有推演過 但是我們求的只是什麼 我們自己要怎麼樣對於選民負責 我們也很好奇 如果說到最後真的是民進黨灌票給民眾黨 的話 民眾黨要拆票給民眾黨 要怎麼跟選民解釋 民進黨要怎麼跟選民解釋 這個應該是他們要來去說明的地方 如何自圓其說 所以最後我們真的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的這些案外案 不管是今天柯文哲主席 他們有去說要去提告民進黨的這個發言人 或是民進黨這邊也在講說是民眾黨這邊先求 我們只講一句話 大家民間常會講 買賣不成人意在 如果說這樣一次的一個交涉之後 到最後兩方就形同撕破臉 甚至形同互相來接窗疤的話 那後續的這個政黨 可能也就沒有在後續的一個談判 好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 這個結構非常的清楚明白 一邊是柯文哲 一邊是中郎陳詠欣醫師 一邊是民進黨中央 我現在你看到這個中郎已經出黑了 白紫黑字寫了一個密密麻麻的聲明稿 以你跑社會的敏感度來講 接下來這件事情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其實這個對柯文哲非常不利 因為雖然政治的尾魚我炸 或者說他的這個安排等等 都會基本上大家能理解說 因為我們想要把立法院的院長留下來 所以民進黨希望跟民眾黨支持 來尋求民眾黨支持 可是民眾黨在跟民進黨的合作過程當中 基本上你看藍綠各有攻防 可是從來都不會遇到柯文哲這種狀況 柯文哲跟國民黨談要總統選舉 侯科或柯侯 所以藍白和總統破局翻臉 綠白和院長破局也翻臉 對不對 所以就跟柯文哲合作 現在藍綠可能會有個共識就是說 藍綠都希望柯文哲的力量 可是尋求合作之後的結果 都是無言的結局 而且撕破臉 那柯文哲繼續壯大 藍綠都是威脅 所以反而會使得藍綠 未來在這個立法院當中 也好是未來2026來講的話 會把柯文哲當成是必須要先殲滅掉 統戰是聯絡次要敵人 然後擊敗主要敵人 所以藍應該合白去打綠 綠應該合白去打藍 藍綠都要白 如果藍綠合起來打白的話 那對民眾黨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啊 那你信誓旦旦跟加拿講就是幾個點 因為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像波基嘛 對不對 了解政治的運作 只是一般只是吃瓜民眾 只是觀眾 他就會印象發現說 怎麼好像他講的事情都沒有兌現 他早上是不是嗆肩下午要告 不管什麼理由 你下午沒有告 奇怪怎麼你講 你是不是講過兩億美金 換你要換副手 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早上跟大家講說 我是不想抖出來 跟人家自己就寫臉書 你當下就應該抖出來啊 而且喔 你既然已經經過了兩輪的面試 說面試也好 或是歡迎來拜會也好 已經看完了游錫坤跟韓國瑜之後 1月31的早上9點鐘 決定是黃珊珊了 結果現在事後你自己都證明 到了晚上 六七點還在喬 十點還在喬 你知道也是 那你的黨團會有什麼用呢 倒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在這一次 雖然他們原本都希望能夠 像國民黨是低空過關 後來韓國瑜就去當院長嘛 民進黨其實就是希望這8票加50票 59票第一輪就過了 對不對 那這種狀況上 雖然藍綠都有希望 可是藍綠在失望之後 尤其是民進黨 失望之後 你看那個那天 自由時報早上2月1號 還沒有開票就已經講 今天就是有院長 他們也就是韓國瑜了 他們也知道嘛 可是有跑票嗎 沒有 四輪投票51票投下來 對不對 游錫坤第一次游錫坤第二次 然後呢輸 一票沒跑 蔡其昌第一次 蔡江第二次然後輸 四輪投票都51啊 所以反而更有穩定的是藍綠 那這對民眾黨來講 因為民眾黨我們真的不能小看 369萬票的年輕者啦 或是這些支持者 他們都會 小草們都喜歡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 2026想要壯大 2028還想贏總統的話 他必須要往500萬票 600萬票去前進 可是這一個 就是說了以後 他發現說多變 或者是合作之後 會因為你跟他合作 你自己受傷的這件事情 會使得民眾黨跟柯文哲 很難突破現在目前的高點 那如果現在這個狀況 369萬已經是高點 那之後會 我所謂的 沈富雄講的急勝而衰 那你2026跟2028會有好成績嗎 那看起來就很難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您